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直行越做越好的动力 最近广受好评的台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写诗呈现出台湾常见的婆媳问题和啃老现象 受到许多观众讨论和喜爱 其中有一段辉哥和老板娘的对话 许杰辉说 你如果让他们两人走 你会后悔的 钟心灵则说 谁不是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 我这样做叫传统 没有人会说我错 没有 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心中就很不是滋味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就是 父母的财产留给子女是天经地义的吗 那些把钱早早给了子女的父母 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了呢 看的过程中 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与千万中老年朋友在线交流 也别忘了 先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 分掉家产后的晚年 一言难尽 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刘大爷 他今年68岁 刘大爷有三个孩子 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年轻时的刘大爷 为了这个家很努力工作 后来也是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餐厅 生意特别好 期间还攒了不少积蓄 也为自己买了一套房 可能几年因为一次意外 让自己失能 每天就只能躺在床上 让孩子们伺候 可毕竟老伴去世的早 自己就只能让孩子们帮着 请个保姆照顾自己 刘大爷的大儿子 靠着自己的努力 开了一家公司 虽然每天都很忙 但也能抽出时间 回家看看刘大爷 但刘大爷的这个二儿子 并没有什么作为 早年时有不少的坏习惯 以至于现在还是给他人打工 每个月的工资只够自己生活 二儿子的媳妇看到丈夫挣钱少 总吵着要离婚 刘大爷的女儿还是挺孝顺的 虽然有自己的小家庭要照顾 但每个月也会回家两天 帮着保姆照顾父亲 就是为了报答刘大爷的养育之恩 虽然这三个孩子对刘大爷很孝顺 但请保姆的钱 却依旧是刘大爷自己出 要说女儿嫁出去了 不能出钱给父亲请保姆 那也能理解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但大儿子和二儿子不出钱 确实也说不过去 但刘大爷也不想说那么多 只希望自己能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日 虽然刘大爷有一套房 也有不少的积蓄 看似生活过得很平淡 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现在刘大爷一直躺在床上 可心里想的事还是挺多的 比如自己要是去世后 这些家产该怎么分 二儿子的想法和刘大爷的想法一样 总是暗示刘大爷把家产分了 其实刘大爷也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可也担心要是自己身上没有了钱 那这三个孩子还会像现在一样照顾自己吗 因为刘大爷的大哥就是因为提前分了家产 以至于后来生活过得很是凄凉 子女们各忙各的 之后刘大爷的大哥只能住养老院 最终还是下了决定 不为别的 就是希望要是自己哪天不在了 这三个孩子不会为了家产分不公而争吵 最后刘大爷把自己的积蓄三十万拿出来分 大儿子家的经济条件不错 就给十万 二儿子家生活很拮据 就给十五万 而女儿也对他很孝顺 就给五万 剩下的五万 刘大爷自己留着 用来平时的一些开销 可这一套房子该怎么分呢 最后刘大爷让他们去按照市面价来估算价格 然后卖掉的钱 他们三个孩子平均 当家的分完后 这三个孩子特别高兴 一直对刘大爷说谢谢 可他们三个人却表现都不一样 大儿子本身就有实力 对这点钱很不在意 就当做是平时的零花钱 可二儿子不同 这钱要是换做他平时的积蓄 得积攒十年才行 女儿很懂事 虽然拿得少 但拿着钱之后 给刘大爷买了不少新衣服回来 可等到家产分完 刘大爷才后悔不已 因为他的两个儿子 开始对他不管不顾 起初分完家产半个月过去后 刘大爷很想念自己的两个儿子 毕竟很久没来看望他 可是让保姆打电话给他们两个儿子时 他们总是推托说工作忙 得有空才能来看望他 刘大爷这才明白 之前两个孩子之所以总来看自己 无非就是希望早点把家产分了 不然等到自己去世后 家产会分不公平而争吵 刘大爷也是越想越难过 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养大这两个儿子 变得连自己都觉得很陌生 对于自己辛辛苦一生攒下来的钱 您有什么自己的规划呢 您会认为钱留给子女是理所应当的吗 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与千万中老年朋友在线交流 与此同时 智行也采访了另外三位七雄老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您赞同哪个方式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下序号哦 一 自己的钱要留给自己养老 李阿姨有退休金 也有一个儿子 但是因为跟儿媳妇的关系比较紧张 他们现在不住在一起 只有儿子偶尔过来看看他 李阿姨的老伴儿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现在的他一个人生活也是很孤单的 尤其是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之前的相册翻着看看 想想之前的小家是有多么的和谐 但是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真的是太心酸了 所以对于以后的养老 李阿姨就觉得 把自己的钱都留给自己养老 并没有打算留给儿子 因为他觉得 就算是留给了儿子 也并不见得自己的晚年生活 就可以过得很好 儿子虽说是很孝顺自己 但是他还是很窝囊的 家里的大事小事还是得听老婆的 甚至每次过来看他都是背着自己的老婆 生怕老婆知道了会生气 李阿姨这么决定 其实主要是对孩子们太失望了 因为他觉得 自己含辛茹苦地把儿子给养大了 等到他老了想要指望儿子的时候 却是一场空 所以根本就指望不到儿子给自己养老了 干脆自己给自己养老吧 张大爷有一个女儿 现在女儿也结婚了 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 现在张大爷也是很精神的 老伴跟他都有退休金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硬了 所以又找了一份工作 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帮着女儿带带孩子 张大爷扶起了钱 一半是补贴给了女儿 就是希望可以减轻一下女儿的压力 还有一半是留给自己的 因为他们觉得 万一以后有个什么事情 你不能光指望女儿给自己养老 还是得需要有一些积蓄的 真的等到要用钱的时候 还是可以给女儿还有女婿减轻一下负担 不过 让他们老两口很欣慰的是 女儿还有女婿还是很争气的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 应该努力地奋斗 多赚一些钱 这样就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了 加上他们小两口也是很过日子的人 知道父母已经给了他们不少钱 减轻了他们很多负担了 将来张大爷两口子的养老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虽说女婿一直住在他们家里 老两口也一直是把他当做儿子一样对待 女婿也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 所以说他们晚年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吧 李叔叔家里有一对龙凤胎子女 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而且还有不少的退休金 老伴现在已经过世 就是因为从小把孩子们教育得很出色 所以两个孩子都很孝顺的 不管他们有多忙 都会抽时间回家看看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觉得 李叔叔已经上了年纪了 可能一个人生活不是很方便了 于是就在两个孩子家里轮流居住 李叔叔觉得孩子们也是很不容易的 虽说他们两个小家庭过得还不错 也不是很缺钱 但是李叔叔还是愿意把自己的钱都分给了孩子们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能更加的踏实 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多少钱 充其量就是个零花钱 因为他知道就算是真的有了什么大事 孩子们肯定是不会不管他的 这个根本就不用他担心 就是愿意用自己的这点小钱 把孩子们给哄高兴了就行 他也知道虽然说孩子们现在都不是很缺钱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应该都没有赚钱的多吧 所以就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钱都给了孩子们 可能从三位老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们处在不同的环境中 所以说对待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么您的选择是什么呢 结语 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 如果很早教育好了子女 也不用担心晚年养老问题和财产归宿 但是一定要视情况而定 例如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剧中的几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啃老还不上进 给予适当帮助已经足够 您认为呢 我们下期见